第一款是哈格斯 我挑了三种口味 芝士乌龙 薄荷米油乌龙 和路易可可 芝士乌龙的 它闻起来有香香的奶油味 喝起来的芝士味比较淡 因为它是风味型的 就是需要你去品 去感受 去补捉 才会有芝士的感觉 是清淡一点的茶 整体不是很惊艳 但是还不错 但这个茶 它没有方便拿取的棉绳 如果你是热泡 三分钟的时候 需要把茶包取出来 如果你是去户外 或是在教室喝的话 就不太方便 第二款薄荷米油乌龙 我很喜欢它闻起来的味道 薄荷里透露着一股奶香 喝起来薄荷味很明显 茶香淡淡的 即使是在热茶里 我也能喝到一点薄荷的清爽 它冷泡或热泡放凉 一点会很好喝 今天测评里 所有带薄荷的茶 我最喜欢这一款 第三款是路易可可 它闻起来有点酸酸的 是红茶和橙子的味道 你最开始喝下去 就是红茶的味道 后面会有可可的回甘 不是那种加工过的 巧克力的甜甜的味道 是单纯的可可 那种特殊的香气 这种回味还挺特殊的 我还挺喜欢 但是我不是特别喜欢它里面加了橙子的那部分的味道 然后这一款也没有标签的线 我买了三盒 它送了一个玻璃的冷泡杯 每一款茶都配了小卡片 上面介绍了它的口味 还有很多种喝法 它也是我这次测评里唯一在购买之后 客服发了一大堆介绍的 虽然我不一定会认真看 但是觉得售后非常用心 第二个品牌 蜜香里茶 这个我买了两个口味 一豆雪和小甜饼 它送了两个小茶包 清晨和十三娘 第一个口味 一豆雪 它茶包里可以看到一个很可爱的雪花糖 客服说就是糖霜 闻起来有很明显的黑豆香和奶香 热泡后就是很明显的红茶 伴随着黑豆香 这款单独喝用牛奶热泡和冷泡都很好喝 我都有尝试过 它是我在自己喝茶的时候会第一个想到的茶 第二个是小甜饼 我觉得它主要还是红茶的味道 但你喝了很多口之后 会感觉嘴里有明显的可可留下的苦味 而且是越喝越明显 但是我没有感受到它介绍里面写的香草的味道 第三个是它送的小茶包清晨 柠檬草的味道很突出 柑橘类的香气还挺明显的 我觉得是款非常提神的茶 第四款是十三娘 泡的时候就能很明显的感觉到肉桂味 但这个嗅觉上的肉桂味 让我忍不住的联想到卤肉 喝起来还好 主要是红茶味 除了肉桂味之外 还有一点淡淡的橙子味 还附送了品牌的小册子 如果小册子好看的话 就会多看两眼 然后就会发现一些其他的味道 还挺聪明的 第三个品牌宇山风 我买了一份人参茶 一份养生茶组合 它里边有胖大海水梨茶 桂圆红枣茶和红豆意米茶 人参茶它有很直接的人参的味道 而且人参的味道要大于乌龙茶的味道 相比下来茶香比较清淡 感觉比较耐泡 如果你是很喜欢这一款茶 我觉得可以尝试这个品牌的 套装里的第一个味道 胖大海水梨茶 它比较清淡 但竹叶和菊花的味道比较突出 带一点水梨的清甜 我感觉比我之前喝过的胖大海类的茶 要好喝一点 第二款桂圆红枣茶 里边的红枣看起来就很多 一打开有很香的红枣味 因为里边有冰糖 所以第一杯会偏甜 第三款红豆意米茶 这个味道比较淡 只有淡淡的红茶味 淡红豆和义米可能需要泡比较久一点 我觉得这三款茶都属于功能性的茶 它们的功效是不一样的 我买的是套装 但它们都有独立的包装 我平常不太喝这类茶 所以没有办法准确的对比 但如果我主动去购买日常喝的功能性的茶 我会考虑这个品牌的 第四个品牌是UMT 我购买了两个混合装的套盒 它有28种口味 会随机挑15种在里边 我收到的两盒是一模一样的15种口味 我都尝试了 第一个口味是西油苏打 它的配料里完全没有西油 但名字就叫西油苏打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心里暗示 我还真喝出了西油的感觉 它完全不含茶叶 所以对我来讲 我会更愿意选择新鲜的果汁 第二款是小蜜橘 是我完全欣赏不来的味道 它酸酸的 就很像小时候一毛钱一袋的饮料 第三款是柚子煎茶 我看配料的时候才发现 它和西油苏打的配料是一样的 就是多了绿茶 但好喝了一些 主要就是绿茶的味道 我看介绍里说 这一款可以做茶泡饭 但就是加了绿茶 就从西油变成了柚子 这个操作我不太能理解 第四款是柑橘斜奏曲 这款千万不要挨着鼻子去问茶包 特别刺激 喝起来我唯一能联想到的感受 就是我之前磨脸 不小心把保湿乳液弄到嘴里了的感觉 然后我试着捏着鼻子尝了一口 就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了 只剩下酸酸的味道 第五款是奇艺毛风 这款特别好闻 有热带混合果汁的味道 但喝下去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先是白茶的味道 然后就会涌上来一股杏仁的苦味 然后越喝越苦 我非常不推荐这个 第六款是白桃四季春 这个味道比较正常 就是白桃和淡淡的茶味 整体的味道比较清淡 白桃味比较明显 第七款是山竹麻袋 闻起来就有山竹味 这个还挺好喝的 有淡淡的山竹的那种甜味 第八款是英式早餐茶 这个就是很正常的英式早餐茶 和我之前喝过的都差不多 第九款是北海豆 它闻起来有糖果的味道 喝着主要还是红茶的味道 有一点点清香的甜味 应该是茶树花的味道 第十款是芒香炭贝乌龙 这个打开就能闻到很浓的芒果香气 喝起来也有芒果的味道 但明显感觉芒果的味道来自嗅觉 我还挺喜欢芒果的 但是觉得这个一般 第十一款是玫瑰香槟 除了红茶 玫瑰和菊花几乎没有什么存在感 香槟的香精感太强风头了 我个人很不喜欢 茶还有一点点色 第十二款是薄荷小姐 茶包闻起来都是香辛料的味道 冲泡的时候有一点点中药的感觉 但喝起来其实还不错 薄荷的味道不是很明显 有草荷的感觉 然后我非常认真的觉得这个茶包可以去卤肉或者是做汤底 第十三个是草莓普尔 我一打开就闻到了草莓糖的味道 喝起来因为嗅觉上的草莓味太浓了 进到嘴里的液体好像没有什么味道 我挺喜欢闻起来的那种香精味的 但喝起来实在太寡淡了 第十四个是蜜桃冰淇淋 它里面有玫瑰茄 所以颜色很粉嫩 那主要是酸味 然后在回味中要去努力的捕捉 就会有一点点冰淇淋的感觉 它叫蜜桃冰淇淋 但是它的味道主要是玫瑰茄的酸味 我还是不太能理解 如果它回味里的冰淇淋味是主要的味道的话 我觉得可能会好一点 最后一个是生姜红茶 茶包打开就能闻到姜的辛辣味 这个没有奴烈的香精感 我又挺喜欢姜的 所以我还挺喜欢这一款的 茶里的姜味比较适中 不会很突出 也不会完全没有存在感 我买了两盒套装 送了一个收纳罐 一些黄糖和一个清湿茶茶包 这个清湿茶它完全是中草药的味道 有一点像喝药 我个人不喜欢 当然是去湿的功能性的茶 我全部尝完之后 觉得我非常不推荐这个套装 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口味 我都觉得不好喝 只有几个还不错 就不如去买单独的 而且如果你非常抵触香精这种天涯剂的话 千万不要尝试这个套喝 第五个品牌是雷米花园 我买了这个品牌好像很出名的 英式格雷伯爵茶 又买了一小罐山珠玛带茶 它是一个斯里兰卡的品牌 第一款英式格雷伯爵茶 它是一款伯爵茶 所以里面会有佛手油 这个牌子的这款茶里佛手油的味道 让我很难不联想到香皂 闻香 吸发水之类的东西 我在第二次喝的时候 才对它的接受度稍微提高了一点点 但是我喝过的伯爵茶很少 没有办法准备的对比 这款我是肯定不会回购的 第二个山竹马带茶 我买的是一小罐的 它不是独立包装的 一次泡三克 这个茶叶闻起来的味道真的很山竹 刚刚也有一款山竹马带茶 那个的甜味要更明显一点 但是我更喜欢这一款里面的茶香 第六个品牌是一袋 我也买了两种产品 一款是蜜桃乌龙茶 一款是六种口味的套盒 这六种口味都有另外的单独售卖 第一款蜜桃乌龙茶 它是很清香的一款 闻着和喝着都有蜜桃的味道 乌龙茶的部分我也挺喜欢的 结合它的价格和口味 我觉得是可以回购的 套盒里的第一个味道是茉莉绿茶 每一口喝下去的第一感觉 都是舌头会发苦 但是你完全喝下去之后 嘴里就会有茉莉花的香气 如果你特别不喜欢苦味的话 我觉得不要尝试这一款 但是如果你能忍受苦味 并且喜欢茉莉花的味道 就可以尝试一下这一款 第二个是玫瑰红茶 它有一点点红茶的色 玫瑰的味道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不会很浓 建议很喜欢玫瑰和红茶的尝试 第三个是桂花乌龙茶 它闻起来就很香的桂花味 喝起来没有什么桂花味 但能感受到茶之外 还有股清香 放凉一点或者冷泡 我觉得会很好喝 陈皮普尔茶 这个我就只喝到了普尔的味道 陈皮可能需要多泡一泡吧 第五个早香红茶 这款早子的味道 隐隐的能捕捉到一些 但是非常淡 几乎都是红茶的味道 最后一个是蜜橘白茶 它有淡淡的胎橘的味道 还不错 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牌子是喝得出来 没有添加很多东西 盖香的材料就是香的 不盖香的材料就是不香的 如果你不是特别喜欢某种茶的味道 就比较适合买这种混合妆 可以尝到各种味道 但如果你是特别喜欢某一种的话 我觉得也可以考虑这个品牌 感觉这个品牌的茶的味道 就是我想到这些材料时候 会想到的那些味道 第七个品牌是欧乐吉 这是我在超市遇到的 我挑了蜜桃果汇红茶 因为它包装比较不一样 所以稍微有点新鲜感 但这一款从味道上我不太推荐 它的蜜桃味来自于香料 我对香料的态度是 只要它在食品安全范围内 只要香料的部分处理的好 我完全可以接受 但如果处理的味道一般般或是不好 我就会比较排斥 我觉得这一款就挺一般的 所以不是特别喜欢 第八个品牌是查理 也是我在超市里遇到的 我选了菊花普尔 它有一股很独特的味道 如果在不知道它是菊花普尔的情况下去喝的话 我可能联想不到菊花 但是知道它是菊花普尔之后 我会觉得好像就是菊花 我只能想到菊素这个词 但这个词好像有点抽象 比起刚刚的那一款菊花普尔 我更喜欢这一款 按照每一小包的价格计算 这一款是这次测评里最便宜的 喝完这个我会想要去尝试这个品牌其他的口味 第九个品牌是利顿 也是超市里遇到的 我挑了西游柑橘风味冷泡红茶 它很像添加剂的那种饮料 又加了很多水 我觉得这个茶有种魔力 就是我尝了一口就知道 这个系列我都不会主动去喝的 第十个是三国乌扇五郎 是在豌豆公主上买的 我挑的味道是玫瑰香葡萄红茶 这个茶里的葡萄味我特别喜欢 它的葡萄味是香料 是假的 但是它太真实了 就真的是小时候吃的那种青葡萄的味道 它又没有葡萄的成分 所以我既觉得它很厉害 又觉得哪里怪怪的 热泡的茶味比较重 会掩盖掉一些葡萄味 喝下去的回味 有点吃了葡萄皮的感觉 冷泡就是明显的葡萄味 但如果你不能接受香料这种添加剂的话 就不用尝试啊 但是如果可以接受 而且不讨厌葡萄的话 我还挺推荐的 但是这一款我在淘宝上没有搜到 然后豌豆公主上又下架了 我之前问过官方说他们后边会补货的 但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补上 最后一个品牌是贡荣制茶 也是豌豆公主上买到的 我挑的口味是和红茶柚子口味 我觉得这个茶一般般 它的柚子味不是很清新的那种柚子味 如果你有做柚子酱的话 应该可以联想到就是柚子被煮过的那种味道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 冷泡热泡我都觉得一般般 这就是这次全部测评的茶包 所有的口味描述都只代表我个人 然后我们下个视频见吧